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大哥? 45年 45年是哪年的? 8几的? 79年? 78年 78年 送几百万彩礼 送保时捷911 送几百万的房 砸个一千万 能不能娶到年轻漂亮的? 每个月几十万以下的零用钱 大哥,你一年赚多少 你在这忽悠我的吧 你给我刷的那个滑子 我就是先问你 这个能不能 可以啊,百百可以啊 那你在视频中又说不可以 我什么说不可以的 我没有说不可以 车和车的价值也不一样 房子和房子的价值也不一样 5万和500万的彩率也不一样 好,明白了 谢了 我先问一下 我认为可以的啊 大哥,我认为你如果真的有这个实力 或者说你不论有没有这个实力吧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问吧 我觉得这个肯定可以啊 当然不是所有的年轻漂亮的美女 你都能hold得到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那种生价过亿的富二代 人家也看不上 不是,我是看到你的视频说找不到 我没有说 我没有这么说 我没有这么说 我的视频里面绝对没有说 几百万的房子,几百万的彩率找不到的啊 我没有这么说的啊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具体金额的 因为彩礼我们正常普通老百姓的彩礼就是十万二十万的 对不对 你你你你你你已经七八年的大哥了 你说 你这个还需要问主播吗 评论区不要说什么吹牛逼的啊 吹不吹呢是我的事 但是呢我 你不说吹不吹 评论区没必要打这种 我只是问一下啊 嗯嗯嗯 好了 肯定可以的 你不是要跟我刷跑车吗 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呀 你看 他真有这个牛实力 让个跑车都要不出来 太太惨了 我以为我 我我遇到了一个 创一代或者富二代呢 跑车就行 跑车他刷跑车我就相信他 他有这个实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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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